疫情指揮中心公布兩名確診者足跡 部立桃園醫院的護理之家人員 也將納入採檢 桃園居家隔離 擴大到數千人 防疫物資恐怕不足 市府宣布 韓府今天起停課 趕回臺之年夜半 機場人潮持續有限 近兩天 累計超過六千人 攻擊近日大規模擾臺 美國軍機艦已出現 雙方有較勁異偽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一月二十五號的 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蔡桂林 新聞一開始提醒民眾 要特別注意 疫情指揮中心公布 昨天新增了兩名 新冠病毒確診者的足跡 接觸範圍包括桃園的 大暖市場全聯八德東永店等地點 目前店家都已經完成消毒 由於這兩起個案 曾經都是部立桃園醫院十二樓病房的住院者 和陪病家人 目前感染源不明 因此指揮中心表示 醫院十一樓獨立運作的護理之家 所有人員也要納入採檢 因應確診個案曾經到訪 環保局人員到店家協助環境清銷 其中全聯的桃園門市 消毒後會暫時關閉廁所 以及停用微波爐 國內周日新增的個案 八八九和八九零 是在一月八日到十一日間 在部立桃園醫院住院和陪病 兩人返家後陸續出現症狀 採檢確診 但兩人和先前院的確診者 沒有直接接觸也在不同樓層 指揮中心經過一天疫調 目前還找不到感染源 回縮兩人在公共場所的足跡 一月十九日早上到過桃園 巴德區大南市場 晚上到過經國路上的港式餐廳用餐 二十一號傍晚 去過全聯巴德東泳店 二十二號下午兩點多 到巴德區的手工麵包店 二十三號接近中午時 再度前往巴德區的大南市場 此外還曾經外出 和朋友一起打球 指揮中心已經掌握相關接觸者 並要求居家隔離 感染源未明 指揮中心回溯 除了一月六日到十九日 部立桃園醫院的出院病患 以及陪病者 還有同住者 另外包括照顧過個案 八八九的醫院外科部 全部列入居家隔離對象 這起醫院感染事件 已經有兩千九百九十一人被隔離 預估全案隔離人數將上看五千人 陳時中坦言 因隔離人數大增 一九二六專線一度接通率 只有三成 已經緊急調派人手 而為何這一波隔離 是以家戶為單位 陳時中表示 因為這些人早就回到家庭和社區 部立桃園醫院全院已經列入高感染風險的紅區 不過十一樓的護理之家卻被排除在紅區外 指揮中心表示 主要考量該樓層是獨立運作 但為求慎重 四十九名住民和四十位醫護都已經安排採檢 陳時中說 這起醫院感染的觀察期 可能要到二月四日之後 因即將過年 大批海外台人歸國 最近也和各部會討論營營措施 記者綜合報導 逃步的情緒感染 本土病例累積達到了十五例 桃園估計有五千人需要居家隔離以及採檢 桃園市長鄭文燦今天就宣布 韓府即日起停課 長照機構也正停探視三個星期 另外桃園已超過三百六十處的熱點 將在一個星期之內完成全市打消毒 一箱箱防疫物資等待分裝 部桃群聚感染疫情不斷升溫 居家隔離對象擴大至五千多人 桃園市加緊腳步發送居家隔離通知書及關懷包 並成立聯合服務關懷中心 協助隔離民眾就醫及生活需求 整個桃園市也增加了這個電話通知的相關的一個人力 那針對需要做這個居家隔離 以及關懷包的發放的部分 那我們也會儘速的來到社區裡面 而針對民眾的住家來儘速來完成居家隔離通知書 以及關懷包的發放 疫情擴散效應下 桃園車站周圍冷清清 不僅觀光人氣極凍 車站周邊商圈 計程車也大探生意難做 一個半鐘頭才出一班車 一個半鐘頭才出一班車 跟過去比起來差多少 普通排都是差不多二十幾分鐘吧 所以差了四五倍喔 對 為了減少群聚風險 桃園市長鄭文燦在韓府第一天 緊急宣布停課 即日起包括家長活動及校園場地暫停開放 桃園長照機構也暫停探視三周 臨時接到停課通知 學生開心 家長則有些措手不及 但普遍認同防疫第一 太爽啊 不用上課欸 不用上課很開心 但是因為防疫問題 停課在說就很矛盾 大概十點學校教務 市長一定要來通知 十點半來接小孩 那會不會覺得這樣 對付房間 還好啦 我覺得為了安全 我們是九年級生 他們要會考了 對啊 就很緊張 在家裡會不會放鬆 可是防疫優先啦 消毒煙霧 沿街噴灑 桃園即日起進行全市大消毒 包括車站 市場 學校 醫院等人潮聚集地 超過三百六十個熱點 將在一週內完成消毒作業 接下來將迎接農曆新年 桃園市府擴大規模緊急應對 希望能儘速切斷疫情擴散鏈 記者郭秉茨 劉翰林謝祺文 詹淑雲 整理報導 現在不立桃園醫院升級為高感染風險的 紅區 居家隔離對象擴大 讓桃園的相關單位是忙得不可開交 而桃園區公所則擔心 居家隔離的人數越來越多 防疫物資恐怕會出現不足 而在這時候又傳出了 有一名女警在介護嫌辦到不桃醫之後 出現了不適 衛生局人員忙著打電話 因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宣布擴大居家隔離的狂烈對象 人數出估多達五千人 桃園市各單位都忙翻天 會這麼緊急 是因為目前還有確診者的感染源不明 不桃以整個大樓升級為最高風險的紅區 由於不桃急診門診都停止 而且只收復診民眾 桃園市衛生局長坦言醫療量 能有下降情形 而在桃園區的民生醫院 為了讓民眾就醫更有保障 設立戶外防疫門診 只要曾去過不桃的民眾 無論要看什麼科別 都要先到這裡報導 居家隔離人數越來越多 加上農曆新年要到了 光是從海外返臺過年的人數 就已經讓桃園區公所準備防疫包 忙得不可開交 控訴人員也當心隔離對象 突然大增現有的防疫物資 也不夠因應 而在這時又傳出桃園的龍安派出所 一名女警日前在借戶犯人到布桃時 隔天出現不舒服的症狀 就怕有任何疏忽桃園分局代理分局長表示 曾經處理案件借戶探病 看診及取藥到過布桃的原警 請假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其中二十九人還在自主健康管理 有八人已解除管制 記者 桃園市擴大五千人居家隔離 大臺北地區與桃園作為共同生活圈 加強警戒 二十五號新北市接到通知 目前已經匡列三十位市民居家隔離 新北市內五十四家醫院 即日起也禁止探病 陪病者現一人 基隆市兩人列管 台北市長柯文哲強調 中央地方因商量 每日開放入境數量 避免增加防疫壓力 科文哲也強調 北市醫院會參照 布桃分艙分流 專責後備及薪水補償等 按照中央資訊 每天調整北市防疫作為 而景臨桃園的新竹市 也宣布停辦室外五百人 室內一百人以上之集會活動 學校停止社團活動營隊 與寒假客服 住宿型機構 也暫停訪市 副總統賴清德也呼籲 民眾配合擴大隔離的防疫措施 強調指揮中心御敵從嚴 一定會看見防疫效果 賴清德強調 面對疫情第一波大型五千人隔離 不用過於慌張 而地方政府不敢鬆懈 緊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下一步 記者超市民王德新 王信中 張鈞豪 郭俊麟綜合報導 就快要過年了 這一天桃園機場入境人數增加 昨天就有將近四千人 今天預報人數也有兩千七百多人 因為國人傳統除夕夜吃年夜飯 扣掉十四天居家檢疫期間 依照推算的話 要在二十七號之前入境 不過在臺南就有一名五十歲男子 這個月十五號入住防疫旅館 因為聯繫不上 警方破門發現人已經死亡 採檢後初步是排除更任新冠病毒 警方衛生局人員大症狀出現 附近店家也感受到不尋常 台南市衛生局證實 飯台進行四天居家檢疫的男子 在防疫旅館內猝死 因旅館人員送餐後發現餐鐵沒動過 敲門也沒反應 破門而入才發現男子已經死亡 衛生局表示 這名五十歲男性 一月十五號從澳門返台 入境時持檢測陰性報告 身體無不適 直到一月二十四號反應有下肢腫脹狀況 下午在聯繫時無回應 當天晚間發現個案已明顯死亡 初步我們衛生局有跟他做一個檢體的送驗 COVID-19的部分是沒有檢出 連關將近返台民眾提前入住防疫旅館 腰桿在居家檢疫十四天期滿 能在除夕夜和親友團聚 易推算必須要在二十七號之前入境 這幾天桃園機場入境人數增多 二十二號最多有四千兩百九十一人 二十四號入境三千九百三十九人 而二十五號的預報人數也有兩千七百多人 算好時間回來過年 若是無法一人一戶隔離也都已經預定好防疫 旅館 即使再多不便臺灣疫情升溫 還是有不少人要返臺團圓 而根據疫情指揮中心資料 目前全臺八百八十九例確診 其中境外移入七百七十九例最多 守住國門第一道防線 親呼不得 記者綜合報導 居家檢疫的規定真的要好好遵守 一名住在新北市永和區的盧姓男子 去年三月間在居家檢疫期間 卻外出爬山被查獲 遭到財罰五十萬 不過他名下卻只有數千元的存款 可以執行 台北分屬則是查封盧姓男子 所購買的三百多組手套和口罩等商品 並將定期變賣 盧姓男子是從香港入境 卻違反居家檢疫規定 先去爬山 被警方查獲之後 又再次多次的外出 被發現遭到財罰五十萬 他卻聲稱沒有資歷 能夠繳納罰還 台北分屬追查後 發現他名下只有數千元的存款 因此日前前往盧姓男子的住家 查封他曾經購買的三百多組 定價三百元的保暖手套 以及非醫療用的可惜口罩商品 並將會定期來變賣 來抵扣罰還 布立桃園醫院十二樓外科病房也出現新冠病毒確診者 感染來源還不明 有醫師則是分析 因為收治染疫病人的通常是內科 不排除是環境污染 造成全院都已經有不安全 而疫情的變化比原本預期的還要複雜 布立桃園醫院遭感染者擴大到十二樓外科病房 感染源還有待釐清 感染科醫師認為指揮中心回縮五千人隔離 執行上非常高難度 應該將這五千人安排到集中處所或是指揮中心 必須調配足夠人手來盯緊隔離者是否落實相關規定 布立桃園醫院明顯已經呈現全院都有風險狀態 疫情的變化比原先預期還要複雜 疫情的發展本來就會有些意外 現在看起來是以前認為是安全的地區的病人也被感染了 所以整個桃園醫院似乎是沒有安全的地區 他才會把這整個規格拉高 就變成曾經去過這個環境的人 大概過一段時間都必須要隔離 醫師直言這起醫院感染事件還要持續觀察 是否還會有本土個案出現 而接下來又恰巧遇上即將農曆年 海外台商反台潮 社區的風險至少持續到二月底 民眾防疫一定不能鬆懈 也有感染科醫師認為 目前布立桃園醫院的狀況 就類似當年SARS期間的和平醫院 院內環境可能早已被污染 才會出現感染源未明的確診者 醫師認為就算疫情擴散 但仍不建議封院 避免沒有風險者因此被感染 但正值秋冬 若是院內環境已經被污染 病毒在環境存活的時間可能比較長 一定要加強環境消毒 避免感染再擴大 現在歐洲疫情持續嚴峻 不過許多民眾對防疫措施是失去了耐心 荷蘭有多個城市發生了火爆的示威 超過兩百四十人被捕 拉美的疫情同樣緊繃 不滿防疫不力 巴西連日出現 要求總統波索納洛下臺的抗爭 而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則是被正式確診 出現了輕微症狀 六十七歲的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二十四號推文 表示自己確診新冠病毒 目前症狀輕微 正在接受治療 但保持樂觀 積極面對 根據路透社統計 墨西哥已經有一百七十五萬人確診 病故人數即將突破十五萬人 高居全球前幾名 排在前面的只有美國 巴西 印度等人口多出好幾倍的國家 儘管當局因應勸告不要群聚 當地人仍然歡喜慶祝了耶誕跟新年 導致一月份確診跟死亡人數急劇升高 而全國近九百萬人確診 二十一萬人病故的巴西 民怨也正在沸騰 上個週末要求彈劾右翼總統波索納洛的示威 在里約 聖保羅等全國多個城市連續登場 波索納洛為了經濟始終抗拒封鎖 說新冠病毒只是小感冒 但國家深陷第二波疫情 還出現傳染力更強的變種病毒株B1128 疫苗進口與分發效率奇差 目前亞馬遜州 特別是州首府馬腦斯的醫療資源 寂靜崩潰 都讓人民惱火 如今連曾經支持他的右派團體都上街頭 最新民調顯示 波索納洛的支持度從上個月百分之三十七掉到百分之三十一 創單月最大跌幅 不滿意市政表現的則增加到四成 鏡頭轉到歐洲 荷蘭加強版防疫措施上路 包括晚上九點到隔天凌晨四點半的宵禁 違者還將罰款等嚴格措施 是二戰以來首見 全國多個城鎮出現火爆抗爭 有示威者趁機打砸 掠奪商店 還縱火 已經有超過兩百四十人被捕 另外還在第三次封鎖限制下的英國 警方又查獲非法群聚開趴 這次在哈克尼區的現場 共有近三百多人擠在密閉空間狂歡 群眾逃離時還跟警方發生推擠 雖然沒有人被捕 但當局開出七十八筆 最高可罰兩百英鎊的罰單 過去一個月 倫敦警方破獲好幾次大型聚會 包括一場群聚一百五十人的婚禮 當局痛斥違規者 自私自利 而堪稱防疫模範生的紐西蘭 相隔兩個多月再次出現本土案例 一名女性去年十二月三十號從歐洲返國 強制隔離兩週期間 兩次檢測都為陰性 一月十三號解除隔離回家之後 去過北島二十八個地區 但因為出現症狀 二十二號在延 二十四號確診 二十五號證實感染的是南非變種病毒 感染源則可能是跟他防疫旅館同一個樓層 另一名百國的旅客 國日新聞也是會中編譯 世界各國已經展開疫苗接種計畫 全國全球接種率最高的以色列 已經施打完成了四分之一人口 現在也著手替十六到十八歲的學生接種 希望讓他們早日復選 而澳洲政府則是批准正式使用輝瑞疫苗 預計在二月底開打 至於埃及和匈牙利 則是分別使用來自中國 以及俄國製的疫苗 丸起袖子露出手臂進行接種 在疫苗接種區出現大批學生前來排隊 趁著開學之前 以色列政府下令 替十六歲到十八歲的學生展開接種 力拚讓年輕學子們復學 準備高中及大學入學考試 全球多國已展開疫苗接種 人口約九百多萬的以色列 已經有四分之一的人施打第一劑 接種率領先全球 此外防堵變種病毒株 政府還超前部署 機場不見人潮 因為以色列總理宣布 自二十六號凌晨起 一週內的出入禁班機取消 除了貨運 消防 醫療 人道救援 不在管制範圍 澳洲正式批准使用輝瑞疫苗 預計從二月底開始 替高風險人士 前線醫護人員 展開小規模接種 預計每週可打八萬劑 另外疫苗大廠供應延後 使得全國疫苗接種計畫 要到今年十月才能完成 埃及的伊斯梅利亞 醫院外頭出現排隊人潮 疫苗接種計畫開跑第一天 率先接受施打的醫護人員 使用的是來自中國國藥集團 研發的疫苗 由中國國家藥監局認證 首款國產疫苗保護力可達 百分之七十九 現已批准上市 同時埃及衛生部宣布 已從各種途徑 預約了其他三種疫苗 共一億劑讓全民使用 斗大字體寫著 史普尼克V一個個貨櫃箱 運抵匈牙利機場 西方國家向來對俄國生產的疫苗 抱持懷疑態度 但為了對抗疫情 匈牙利政府批准使用 成為歐盟第一個許可的國家 俄國近來積極推銷自家疫苗 如今打入歐洲市場 可能藉此提高地緣戰制的影響力 公視新聞王博文編譯 由臺灣團隊所研發的飛鼠衛星 和玉山衛星 在昨天深夜順利升空 不過這兩顆衛星原定在今天上午十點 會和臺灣地面站通連 結果沒有接收到訊號 太空中心表示 海外有不少地面站 有接收到玉山和飛鼠的訊號頻率 因此會持續調整 預估今天晚上八點多 衛星下次繞行到臺灣上空的時候 會再進行嘗試 最後倒數 火箭緩緩升空 現場弥漫大量煙霧 團隊成員振奮歡呼 見證火箭發射瞬間 歷經天氣 安全檢查等因素 極度延期之後 SpaceX的連鷹九號火箭 終於在臺灣時間二十四號晚間十一点 順利升空 在兩分三十六秒 第一節和第二節會進行 兩分四十秒 第二節的引擎會點火啟動 兩分五十一秒 整流罩會分離 列鷹九號火箭 這一回搭載了一百四十三顆的衛星 數量創美國太空史上新高 臺灣團隊研發的 玉山和飛鼠 兩個立方衛星 也加入這一趟行程 順利進入高度 大約五百二十五公里的衛星軌道 日估二十五號上午十點和晚間八點多 可以和臺灣的地面接收站同連 臺灣的地區 它的一些先天的條件限制 我們還沒有收到它的訊號 但是國外的一些地面站 跟一些月宜的一些衛星的一些追星組 他們已經收到我們的訊號 所以表示我們的衛星上面的電池 跟天線應該是打開了 但是我們還要經過解碼 整個的衛星的軌道的定軌 穩定之後 我們才可以做一些訊號的傳輸 在海外的那個夜無線電流 很多站來收到我們訊號 我們也去分析他們所提供的資料 確定說他們確實有收到我們衛星 自己的站沒收到 可能原因衛星離我們地面站的距離 就是比那個之前我們在地面測的時候 實質距離當然就遠很多 地面站這邊把訊號放大的那個量 我們可能還需要實驗看看 太空中心指出 玉山和飛鼠衛星 上午都沒有和臺灣的地面站通連成功 但海外有不少的地面站收到符合的訊號 和頻率 代表衛星還活著 學者也說明 衛星升空之後 可能會碰上翻滾 位置和角度跑掉等各種的情況 接下來會持續的調整設定 檔案每一次衛星繞行到臺灣上空的機會 來進行通連 也期待儘快傳出好消息 記者綜合報導 世界經濟論壇 預定在瑞士當地時間二十五號開跑 今年的焦點是在於新冠病毒疫情之下 以及後疫情時代的發展 同一時間總部在英國的勒斯會 則是發表了報告 認為富裕國家不僅掌握了太多財富 也掌握絕大多數 包括疫苗在內的防疫資源 英國的金融時報 引述勒斯會的說法 以及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統計 指出總人口約十億的高索德國家目前已經掌握到疫苗 數量約四十二億 戰線階段已有數量達百分之七十四 而其他的百分之二十多 約六億七千五百萬劑 則有總人口六十好幾億的中低收入 國家去競爭 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 多國合作的疫苗分享機制COVAX 原定目標是今年底之前 掌握疫苗數量要達到二十億 但目前為止僅僅達標一半多一點 原因是富有國家透過檯面下的雙邊合約 以高價在國際市場掃貨 樂斯會認為應該透過高額稅率 重新分配財布 把有錢人荷包裡的錢逃出來 賣疫苗給中低收入者 同一時間即將在瑞士達沃斯 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 焦點都圍繞著這波疫情 根據主辦單位的研究 新冠病毒疫情加速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 腳步 因為在疫情期間各國既要封城防疫 又要維持重要的政治經濟活動 因此數位化科技進展幅度更大更快 例如以人工智慧AI配合資料分析 讓決策單位有更完整的資訊 可以有效因應疫情的追踪與疾病治療 當然富有國家的數位化程度和速度 必然勝過中低收入國家 使得數位差距更形擴大 另外聯合國的貿易與發展會議 也提出數據顯示 整體疫情的發展仍舊充滿不確定性 導致各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 FDI大幅滑落 二零二零年比起二零一九年 跌幅就有百分之四十二 今年的跌幅也會在百分之五到十之間 其中以開發國家受傷最嚴重 例如美國的FDI衰退了百分之四十九 繁道市開發中國家逆勢上揚 印度的FDI漲幅達百分之十三 中國也有百分之四 二零二零年FDI金額約一千六百三十億美元 超越美國的一千三百四十億 公視新聞徐家仁編譯 台積院公布二零二一年經濟成長率上修到百分之四點三 主要是台積電資本支出擴大 拉抬了整體的經濟表現 不過國內疫情如果持續擴大的話 餐飲和服務業恐怕會受到衝擊 另外現在各國都在爭搶台積電的晶片 台積院就提議不妨以晶片來換疫苗 雙方互利互惠 台積院公布最新的營業氣候測驗點 去年十二月製造業對未來景氣樂觀 不過服務業和營建業 營業氣候測驗點為伏下滑 對未來半年的景氣相對悲觀 不過台積院對於今年的經濟成長率並不悲觀 主要是台積電的出貨動能 淡季不淡 尤其今年的資本支出創新高 渴望帶動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主機總出樂觀預估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百分之三點九二 中經院百分之三點七三 台積院也上調今年的GDP 從百分之四點零一上升為百分之四點三 不過對於近期的本土疫情爆發 恐衝擊內需市場 中央疾病管制中心如果宣布擴大集會的範圍等等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會對國人在國內消費 這個部分可能也會受到影響 學者認為台積電出口能挺住臺灣經濟 但近期半導體大缺貨 尤其車用電子的出貨得等上一年 不只德國政府希望台積電能提高產能 就連日本美國也亮起缺貨警報 要台積電支援 二十五號臺股收盤疊七十二點 收在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六點 成交量三千五百一十億 主要是外資持續大賣台股超過兩百億 失守萬六行情 台積電股價持續走弱 中廠下跌百分之二點四 收六百三三元 不過學者認為世界各國都在搶 台積電晶片 今年已有不少半導體廠 甚至已經喊出第二波漲價潮 建議政府可運用產業優勢 不妨以晶片換疫苗 創造雙贏 記者黃雷仲國良台報導 因桃園本土疫情 不少的科技大廠 開始實施在家上班 包括紅海集團 要求住在桃園的員工 不要跨去上班 直接前往桃園廠區上班 另外宏達店桃園廠區 上個星期四開始 一般員工就已經開始 實施居家上班 新店的總公司 則是有一半的員工 啟動在家上班 如果你有接觸敏感的地帶 就不要來上班 紅海桃園廠區 下午陸續有員工回廠 不過門禁森嚴 入廠一律量體溫 強制要求戴口罩 因應桃園本土疫情爆發 紅海集團防疫措施升級 要求加住桃園的員工 如果需要跨地區上下班 調整為在桃園當地廠區上班 另外各廠啟動 網格化分流上班 跨廠區會議 改議 視訊等 紅海桃園廠加強防疫 員工三間齊口不願多談 但周邊的店家很有感 說如果實施居家辦公 他們的生意勢必受影響 另外本土手機品牌大廠 紅達店其實早在上週四 1月21號就提升防疫管制 紅達店表示桃園廠 廠將實施到29號 一般員工一律居家辦公 至於產線員工維持正常到廠上班 但廠內的設施包括健身房餐廳 全部關閉 同一棟大樓其他的電子業員工 照常上班 不過也能感受到近期防疫管制 似乎越來越嚴格 另外艾西風車大廠日月光也提前部署 以分流為主 產線不中斷為原則 禁止員工跨區出差 電子產業分析師表示 電子業去年已有防疫經驗 臺灣廠區主要以研發設計為主 對產能影響不大 記者黃略 張國良 桃園報導 高雄輕軌全面開放免費體驗 而高雄市衛生局 就在這時候執行了稽查 結果開出了第一張 沒有戴口罩的罰單三千元 而在嘉義的百貨商場 也有出現民眾邊走邊吃 沒有戴口罩的狀況 防疫的警覺性顯然有點鬆懈 情侶邊走邊吃冰淇淋 兩個人都沒戴口罩 一家人逛街買甜點 也沒戴上口罩 雖然嘉義疫情相對緩和 百貨商場逛街人潮依舊 但防疫警覺性似乎有些鬆懈 也讓其他逛街民眾有些擔憂 百貨商場18大類場域 強制要求必須戴口罩 不停勸導可罰三千到一萬五千元 衛生局提醒民眾 定點用餐完 趕緊戴上口罩 呼籲民眾不要邊走邊吃 你就就定位 然後在一個地方安全的趕快把它吃完 戴上你的口罩 那另外呢還是要提醒民眾 戴口罩之外還是要勤洗手 新軌勤必配戴口罩 高雄新軌免費體驗搭乘到二月二十八日 寒假期間每天搭乘人數也不少 衛生局和捷運公司無預警機查 在哈馬新站時查獲後車的三十多歲男子未戴口罩 是在輕軌的這個等車的地方 不在車廂裡面 所以我們就沒有讓他去搭車了 直接開罰 因為是屬於大眾交通運輸的場所 輕軌月台雖然是開放空間 但衛生局表示因為不特聽人潮來往 屬輕軌暫體 人必須戴口罩 因此開出輕軌未戴口罩的第一張罰單三千元 目前高雄各場所已經累計開出八十九張 未戴口罩罰單 接著女傳摸招拳 綜合報導 台東領館處前年照養一隻脫離母熊的 臺灣小黑熊 去年五月也放回森林 領館處在他的身上裝了衛星發暴器 至今八個月還沒有脫落 持續發出了信號傳回消息 台東領館處經過了資料分析 發現這隻小黑熊活動範圍 已經達到了三十一點六平方公里 相當有活力 而且發現他白天能夠跑得更遠 夜晚活動就會減少 在最近寒流低溫 小黑熊還是有活動 只是頻率比較低 可能是天冷了 就不想出門 最近經常聽到移除綠裂系的消息 甚至有些大膽的民眾 還提出把綠裂系吃掉的想法 面對這棘手的難題 政府展開了移除的計畫 有些地方政府則是祭出了獎勵措施 鼓勵民眾來自行捕捉 只是這麼多的綠裂系 究竟是怎麼來到臺灣的呢 帶你來瞭解 一隻隻綠裂系站在樹梢上 固守地盤 不仔細看 很難發現他們的身影 原生地在中南美洲的綠裂系 曾經是熱門的寵物 走私價格一度上看萬元 如今卻成為中南部地區 部分農民的大麻煩 平科大野保所副教授陳天喜推測 綠裂系會開始在野外建立族群 最主要的源頭跟繁殖場有關 面對這幾首的難題 政府展開移除計畫 2020年移除數量超過一萬隻 其中又以平東縣最多 它畢竟是一個很大型的爬蟲類的動物 它數量這麼多 它在野外環境一定會改變 我們生態的平衡 這也是我們現在非常擔心 所以也覺得其實要適度的控制 這樣的族群 而有些地方政府則是祭出獎勵措施 鼓勵民眾自行捕捉 也有民間團體自發性的進行移除 不過學者建議移除外來種 還是要採取專業與人道的方式 目前綠裂系已被公告為有害生態環境 及人畜安全的外來種生物 飼養必須登記被查 而移除是否能有效降低綠裂系 在野外的族群數量 還需要長期的監測 記者劉啟麟 陳玉茜 余麗萍採訪報導 彰化繡水箱農會在二零一八年發生了一名保險部主任 涉嫌利用職務之便 貸管十多名親友的存折印章 勸茂名貸款和盜領存款金額超過三億 案發之後 農會卻對這些存庫提起了清償借款的訴訟 一審敗訴了 卻又決定來上訴 而引起了被告的存戶不滿 今天則是動員了上百人前往農會抗議 更下跪控訴是農會違法承辦貸款 要求停止訴訟 上百位彰化繡水鄉民 拿著標語來到繡水鄉農會前 要求農會給個公道 大神工廣播的是繡水鄉的前鄉長 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被冒了人頭的受害者更是激動下跪 彰化繡水鄉農會爆出冒帶案 二十五號上午 近百名受害者和親友抗議 控訴農會的內控出了問題 沒有落實放款受信 讓受害者損失慘重 冒帶案發生在二零一八年 當時擔任保險部的周姓女主任 涉嫌利用保管親友存折和印章的機會 冒名貸款和盜女存款 目前一隻受害者有十四人 金額高達三億 這名主任雖然遭到解職 但農會對這十四名被害人 提供以清場借款民事訴訟 一審被駁回 但農會繼續提起上訴 還要求被害人 必須一約付貸款和利息 他們承認他們自己簽名 張也是他們自己的 只是說其中金額填寫不是他 拿自己的證件 拿自己的印章來提款 其實金融機構也不會說要確定你的身分 農會表示 掃除是正常程序 也是法律保障的權益 責任歸屬還要走完司法程序來釐清 但是壞者無法接受 強調農會除了應該停止清場訴訟 也要彌補被害人的損失 負起保障鄉民財產安全的責任 台中市大安區的媽祖文化園區 基座在二零一七年完工之後 到現在還是閒置 有不少外地來的遊客透過網路搜尋發現 這個也沒有營運 卻還有三點一顆星的評分 所以被稱為了三星文字館 遊客在沙灘玩得好開心 不少人都是透過網路 搜尋大安海水浴場周邊的景點 但是提到附近的媽祖園區 大家都很陌生 機座雖然已經完工 但上頭原本要放置媽祖神像的地方 還是空蕩蕩 通往廣場的階梯下方 全是土堆和雜草 遊客覺得一頭霧水 正點沒有對外開放 但網路上還是有三顆星的評價 當地立章表示 機座花了六億預算 但是因為地處偏遠 除了舉行大型活動 平時的人潮就不多 台中大安的媽祖園區 機座二零一七年完工之後 因為議會決議 不得編列公務預算 建置媽祖像 至今只有機座 唐文市府表示 已經完工的部分 有提供工單位和學校申請使用 目前也在積極辦理委外經營 目前已經有大約 超過六千五百人次 來做使用這個場地了 ROT的方式來辦理 招商的可行性評估的作業 那預計在今年的七月 可以順利的委外完成 台中市官呂局表示 委外的廠商必須連帶師 做媽祖神像 希望結合民間投資的力量 帶動觀光發展 但如何提供右印新營 廠商進駐 將是一大考驗 記者林健身 台中報導 烏日焚化炉的回饋金 過去都是直接補助在隨水 被徵收的垃圾處理清潔費 不過從七年 今年開始 只要設計在烏日滿三年 每個人就可以領取 每年三百元的現金 從2021年的元旦開始計算 台中市烏日區的民眾 只要設計滿三年 每個人都可以領取 三百元的回饋金 這筆錢原本是用的隨水費 徵收垃圾處理清潔費 經烏日區十六個里的里長 決議通過 改成補助每個人 每年三百元的水電費 現金直接匯入戶頭 烏日焚化炉 每年兩千五百萬的清潔費 回饋金 原本是撥給台中市環保局 現在直接變成現金給民眾 這樣的改變 主要是原本的補貼方案 讓民眾無感 也會形成用水越多 補助越多的不合理現象 李民反應不一 有人覺得現金好 用水量高的 覺得補助水水費 徵收垃圾處理清潔費 較划算 這項決議在一月二十號公告 出估烏日區有七萬六千多人 可以領取這筆現金回饋金 李林長協助發放申請書 三月開始受理申請 預計五六月間就能領到補助款 記者黃俊王龍濤台中報導 自身廣播人白銀今天過世 想騎受九十歲 他在中廣服務超過四十年 獲辦第三屆金鐘獎編導獎 也在一九九四年獲得金鐘獎特別獎 許多他曾經教導發聲技巧的媒體人 得知這個消息之後都是很難過 熟練的上次盤貸透過廣播 將優美聲音傳播給廣大聽眾 他就是資深廣播人白銀 二十五號卻傳出過世的消息 想騎受九十歲 一九四九年間白銀隨軍隊來台 在中廣服務超過四十年 他曾經主持快樂兒童等節目 以快樂兒童貨頒頒第三屆金鐘獎編導獎 一九九四年還貨頒金鐘獎特別獎 中廣以前對員工大概都有 都有認股或發股票 他算是股東 所以我記得我在前面主持股東會 他坐在第一排這樣 那我下那個主持完 還跟他打個招呼 趙少康回憶 白銀是老中廣人 都會回中廣敘舊 也會參加股東會 尤其他過去透過快樂兒童節目 教導不少學童發聲技巧 不少廣播和媒體人 都曾接受他的訓練 像是媒體人李燕秋就回憶 先前曾在廣播金鐘獎活動上 和恩師白銀相殘盛歡 現在只能追憶 所以我就一直以為他在國外 聽到消息很驚訝 也真的非常遺憾 白銀挺嚴格的 人都盯得比較嚴 我覺得白銀說真的 他醫生有很多的學生 然後我覺得他醫生 就是把他的最美好的聲音 就奉獻給這個世界 而陳氏上位音樂教官的白銀 1950年 因為一封來自中國的家書 被指為通匪 成為白色恐怖受難者 關押超過180天 最後焉獄賠償70多萬 這案子也讓他多次 往返於司法單位 由於白銀信奉回教 告別式將在周三27號 在台北清真寺舉辦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白天在東北季風減落之後 各地的雲亮相對都比較偏少一點 過去北部東部雲亮比較偏多 感受比較陰涼 今天都有看到陽光 回升到比較溫暖的好天氣 中南部還是維持穩定 而且看到陽光的溫暖天氣 預估這波的天氣會維持到週二 所以在週一週二週三期間 相對感受都是比較溫暖的 東半部地區高溫可以來到22到23 西半部可以來到24到26 預估下一波系統影響的時間 從週二深夜到週三 到收到東北氣風南下 感受比較明顯影響的是 北部地區跟東部地區 高溫略微下降 有點雲 然後稍微有點下雨的情形 中南部還是維持穩定的好天氣 再預估週四之後受到冷氣團的影響 週四到週六清晨就算時間 北 中 南 東 高溫都明顯的下降 而且溫度相對還是比較偏低 預估這波低溫影響最明顯的時間 若在週五清晨 週五深夜 以及週六清晨這段時間 週六白天之後冷氣團慢慢減落 白天的高溫逐漸的回升 但是要特別注意日夜溫差 比較打打情形 最後提醒大家一些小叮嚀 在今天 明天 基隆北海岸跟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長浪發生的機會 到海邊活動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明天清晨 中南部跟馬祖會有農務 在交通網板上面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麼明晚起 東北季風開始增強 週四冷氣團南下 這禮拜天氣的氣溫月到後面會稍微 比較偏涼冷一點 大家適時增減衣物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接下來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臺中彰化雲林南投嘉義是十三到二十五度 台南高雄屏東恆春是十五到二十四度 宜蘭 花蓮 台東 蘭嶼是十四到二十四度 馬祖 金門 澎湖是十二到二十二度 您的空氣如何呢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埔祖廟是普通 中部雲嘉南是敏感 而高屏是不良等級 宜蘭 花東是良好 馬祖和澎湖是普通 金門是敏感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們再會 為了